台北區經理所 春節返鄉旅遊訓 客運輸運的大風列 那檢報的大綱 以輸運的一個整體計畫 提供應用措施做重點的一個輸運 那首先在春節輸運計畫裡面 那我們在110年2月9號開始 到2月16號 那我們已經拘請這個 轄區的客運業者 加整個一個輸運的期間的一個整備起來 從2月8號就開始了 那整個一個整備的一個充足工具域 那在2月9號到2月11號 我們在車潮的一部上面 這個這一段期間屬於一個輸運的一個車場 從2月12號到15號 那這個是屬於輸運的一個車場 那2月16號到17號 它是屬於一個返鄉的一個車場 那我們在有關於這個 這個都島轄區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業者 我們也邀請了相關的單位 以及客運業者 召開一個輸運的一個檢討會議 那其中在召開一個相關的一個整備事項 也就是剛剛媒體所關切的 除了在一個防疫的一個措施外 那另外整個一個優惠的一個措施方案 我們也在這一次的一個檢討會議 特別的一個都島轄區的一個業者 那我們也會派員到重點的一個各個場站 做一個查核 那另外呢 我們假日時間呢 就春節期間 我們會指派相關的一個主管 那透過這個整個一個LINE的群組 那其這個客運業者 其相關單位的橫向聯繫 那並及時的向上行回報 那對於客運業者的一個要求上面呢 除了在落實車輛各級的檢修保養 以及它的一個行車安全檢查 那對於這個參與遊覽車的輸運的部分呢 我們也會在調派它的一個 合理的一個駕駛供給上面 以提高整個一個行車安全 那另外呢 客運業者也會在春節期間 配合我們主管機關 做定時的一個回報輸運狀況 以及相關的一個數據的填展 那我們在整個一個旅市的特性呢 那這次的一個春節期間呢 它的一個長達有七天 那預估民眾的返鄉 會有免於去年的一個集中 所以會有一個分流的狀況 所以我們預估會集中在初一到初四 也就是會月十二號到十五號 這段期間 那我們在整個一個蘇意的計畫 除了在鐵東路的一個田律 那民眾呢可以從台北灣到花蓮 他可以選擇公路客運及台鐵 那以羅東到花蓮的部分呢 他是以鐵路轉成的運輸 那羅東到台北 他可以以羅道客運 轉成這個分業者銜接 做一個轉成的一個數據 那在鐵公路連運的部分呢 我們在運據的一個比較 在價格上面 如果以全程的一個鐵路的運輸 就是440元 那透過轉成的一個部分呢 他可以節省到 將近50%的一個品地值 那在時間上面 雖然多了30分鐘 不過他的這個差距 僅僅是在20分鐘以內 所以在最快速的一個轉成的話 他還是有一個相當的一個便利的一個優勢 那對於我們國道客運的優惠的部分呢 那我們也在這個整個春節期間呢 那優惠的一個全程線的一個轄區業者 有14家 那一共有90條路線 那其中我們台北區間裡 所有6家業者 那共有70幾條的一個路線 那這段期間呢 我們也積極向我們 的轄區的一個轄盤業者 提出這個有關於申報平均 85成優惠措施 那14的期間會從2月9號凌晨開始 一直到16號 那對於我們轄內的業者 以及他的優惠的路線 請媒體參閱 那我們在國道客運路線的部分呢 從台北端到花蓮的部分 我們有三條路線 那首先就統一各令 1663路線編號南港到花蓮 那他在假日的部分 會提供20班的一個網榜單次 那時速的票價 也就是春節期間會到的這個 來回票價400元的一個優惠 那預售的一個時間呢 會從1月5號去開始啟動 那接下來就是台北客運的部分 1071的路線編號南港到花蓮 那假日班會提供16班的一個網榜單次 那時速票價呢 在春節期間也是來回400元的優惠 那預售期會在1月12號去開始 那在國道客運轉成我們在地的公路客運 或者市區客運 只要民眾啊 發成國道客運 海鐵或者是高鐵 轉成我們在地的公路客運 或市區客運 他就可以使用這個電子票證 享有一段票或進門里程的一個 免費的一個措施 那對於這個使用電子票證 搭乘台灣好行的路線呢 在春節期間我們也是擴大實施電子票證的一個半價優惠 那全省有43條台灣好行的路線實施納入 那其中我們花蓮地區有3105的路線 以及303重古花蓮線 那這個兩條路線 只要民眾在春節期間搭乘我們台灣好行的路線 都會有實施這個半價的優惠措施 那接下來就在公路優惠的一個措施 但是在公通性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有關於票價優惠部分 每花來回400年 那台灣好行的部分是有半價的一個優惠 那另外呢我們國道客運 會享有這個85成的一個票價優惠 那再轉成呢 也就在我們透過不同的運氣 像國道客運、台鐵、高鐵 10小時內轉成的話 都有享有一段票或基本底層的一個優惠措施 那接下來在租車的優惠的部分呢 只要民眾從台北端 也就是搭乘我們北八福道路線 到了花蓮地區 像我們指定 也就是結合我們公路總局的租人業者 那以我們花蓮地區是有22家的一個配合的業者 那民眾到了這些配合的業者 做一個租車的一個服務的時候 那他在回程的時候 只要持這個租車的一個票證的證明 那會有在客運再優惠 也就是我們講的汽車 也就是載著200 那機車的部份就會折購100元的一個優惠 那另外我們公路限定加碼的優惠 在公路搭乘客運公路公共運輸的優惠的部分呢 他分明有限定的期間 限定的對象 以及限定的優惠 那其中在限定的期間 在初二到初四春節的一個出遊時間 只要是民眾購買台灣好行的票券 或者在當地的飯業或者是民宿住宿的話 那他的一個限定的優惠的方式 就是四個人同行 一人免費 那反程他會再折抵200元的一個優惠票券 那接下來再講話有關在地遊角的部分 我們也會進行跟地方政府加開這個 我們市區的一個客運的一個 班次的一個密集部 那也會我們再強化我們在地的出車的一個服務 那有關於剛剛所講一次的 同行一人免費的措施啊 他的一個方案只要是在台灣好行的一個票券 或者選擇當地的住宿 在回程上面只要使這個台灣好行的一個 那個票證證明或者是住宿的證明 那回程之後只要給這個我們的一個 分業者的時候他就享有這個 退買200元的一個優惠措施 那接下來我們在有關於在宣導上面的一個措施呢 對這個不用遊覽車的部分 我們在現在的遊覽車的一個車上 都有提供QR Code的一個掃描的一個方式 那民眾掃描這個QR Code可以在靜態的資訊 可以取得有關於車輛的一個資訊 那公開資訊呢 你可以知道這輛車行機的低段 或者是你它的一個行車的速度 都可以因為這個QR Code的一個資訊取得 可以得到相關的一個資訊 那另外呢 我們也提供了有關這個監禮服務的 APP的一個服務的功能 那民眾如果說要查詢相關的一個 遊覽車的一個動態資訊 也可以透過我們監禮服務的一個 APP的功能來做一個下載查詢 那對於這個八成大客車 為了行車安全 我們還是一再呼應民眾 只要上了我們的不論是國道客運 或者是遊覽車 上車之後 一定要務必系上這個安全帶 那對於這個乘車的一個相關的資訊呢 我們在我們的公路客運 即時動態即時瓦 都有提供即時查詢的一個功能 那民眾呢 也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的部分 那下載我們的iBus 的一個客運服務功能 那他可以即時而知到有關於這個 有關於這個國道客運 不論是國道客運 或是在一連的客運 相關的旅程的資訊 那最後呢 我們也在有關於這個 監禮服務的各項的服務措施 那民眾可以下載我們的監禮服務APP 那相關的一個查詢功能呢 他可以從有關於提供 不論是汽車的燃料隊的查詢 或者是繳納 那加工罰單 機車欠檢報費等等 那另外呢 我們也提供這個代檢廠的資訊 來大殺手的一個牌討品 那運用這個PayPal的功能呢 可以將即時的一個監禮資訊 透過這樣的一個APP的服務功能 來做一個傳遞 那以上是我們台北區建議 所針對春節年假輸運的措施 謝謝